大家好我是Damy 现在为大家示范疏缝的方法 示范的工具有剪刀 汤匙 长针 首先我们拿一条线 放在要缝的位置上 它可以帮助我们疏缝的 线可以比较工整 现在开始疏缝 针置入布后 要出针的时候 用汤匙压住布 而且汤匙往上翘 针就会被 顶到手容易拔针的位置 这个动作 你只要多做几次就会很熟练 通常我会一次多缝几针 然后呢 再一起拉线 线要往缝的方向拉 注意不要把作品拉皱了 那一次多缝几针 再一起拉线 会比较省时省力一点 这个书缝用的汤匙 是像幼稚园的小朋友 在使用的汤匙 好 现在我们已经缝到旁边了 最后一针呢 我们就回一针 不用打结 然后线头大约留 2公分以上剪断 那线头 会留一段是它这样 才不会松开 啄 以上示范的是 辛亚 哈哈